三位老师好 欢迎来到点击里的中国 同时今天出演戏剧的演员们 此刻也就坐于官坊间 与我们一起来聆听 专家老师对于点击的解读 欢迎他们 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 我去到了大唐共茶院 见到了青木陆宇 熟读茶经的唐代大诗人杜木 亲身经历了 湖州百姓一起采春茶的过程 可以说 茶就起源于我们中国 而且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说开门七见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国茶的历史 那更是远远流畅 没错 《茶经》里就写了 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士 那神农本草经呢 也有一个记载 说神农长百草 日欲七十二毒 得图而戒之 这图就是茶 神农士距离现在 一般认为是五千年 二零零一年 浙江萧山考古发现 八千年前 煮茶的陶芙 这可能意味着中国茶的历史 比神农长百草这个传说 还要久远 中国真是茶的故乡 从这个史前时代 中华民族就开始 对茶进行发现和使用了 最开始可以当药用 也可以去食用 那什么时候开始 如此风雅地饮茶品茶了呢 顾炎武在《日之路》里说 自秦人取暑而后 时有名隐之事 说明秦在灭六国之前呢 我国的巴蜀地区 便有了饮茶风俗 到了西汉时期 茶叶已经成为 商品市场中的 货物之一了 随杨帝开则大运河 沟通南北 到了唐代呢 社会空前繁荣 交通也非常便捷 使南北的贸易 特别是茶叶贸易呢 也不断地发展 饮茶逐渐地就成为 全国性的一种风俗 自周星以来 茶在文献典籍当中呢 只有零星的记载 直到陆宇 才把茶发展成为 一门专门的学问 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呢 为陆宇写成茶经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宇发现 当时在跟茶相关的 许多方面都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在彩制方面呢 如果不合时节 制造不够精细 夹杂着枯枝败叶 这样的茶喝了就会生病 所以陆宇顺应 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百姓生活的需要 将自己有关茶的知识 和经验总结出来 写成了我国 也是世界第一步 茶学专注 茶经 那么茶经具体讲了 哪些内容呢 茶经全书七千多字 有三卷十章 内容包括与茶相关的 历史文化 茶叶从生产 加工到消费 各个环节的技术 以及由此而来的 品饮艺术等 像第一章 《一支园》 陆宇就这样写道 茶者南方之家木眼 系统的介绍了 茶的产地 植物的性状 种茶方式 以及饮茶者的人格 品性等内容 陆宇还说到呢 茶之为用 为致寒 为饮 最宜精行 简德之人 这是有史以来 首次把人的品行 引入到茶室之中 将茶的功能 从药用 食用 饮用 提升到 人文精神的高度 《茶经》的第七章 《七支事》 有一个 陆娜仗直的故事 当时东晋有一个名士 叫陆娜 她呢 就是一个简德的人 有一天呢 谢安去拜访她 这个陆娜准备 什么来代课呢 就是茶果而已 但她侄子觉得不行 说这不是 败卖人家吗 就偷偷地 准备了一大桌子 风摇盛传 结果陆娜 把她打了四十大板 她说 你不仅没有 给我们陆家 光耀门眉 还败坏了 我的清俭之德呀 陆语茶经呢 也正是推崇了 这样的一种 清俭的文人奉范 所以说 品茶品味品人生 《唐才子传》中就说 茶经问世之后 天下一只饮茶椅 意思就是说 茶经一问世 大家都知道 该怎么喝茶了 也让茶文化 上升到了新的阶段 没错 茶经推动了唐代 以及后世 茶叶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 茶经对中国茶叶 和世界茶叶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 茶能成为中国的名片 也有茶经的很大功劳 对 这样一个茶学的百科全书 陆语是怎样完成的呢 陆语的人生非常坎坷 他三岁就成了孤儿 被至极残师在后边发现 收养在寺院中 陆语小的时候 在寺院里面就经常给至极师傅煮茶 吸发了他对茶浓厚的兴趣 安史之乱时 他跟随逃避战乱的流民一起 往南方迁徙 当时江南产茶地区的百姓 多以种茶为业 陆语得以一路考察茶室 做了大量茶有关的技术 经过十余年 陆语考察了当时产茶的 三十二个州郡 之后在如今浙江湖州一带隐居 开始他对茶的研究和各种住宿 我们翻开茶经 可以看到许多陆语 外出考察茶室的踪迹 比如在茶经八支初当中 就提到浙溪以湖州上 这里面详细列举了 湖州的许多茶产区 比如长兴的顾主山 安吉还有武康等地 那么在后世 湖州市安吉县还发现了一种茶 行如兰汇 叶白麦翠 滋味鲜纯 可谓茶叶一绝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鼎鼎有名的安吉白茶 所以足以见得 当年陆语所寄述的这些地区 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茶产区 据说陆语的朋友圈 也是有非常多传奇的 它常常是以茶会友 以茶论道 交友非常广泛 没错 陆语和我们唐朝的大书法家 狂草的代表人物 槐素 就是好朋友 他给槐素写过 《僧槐素传》呢 那是我们现在了解 槐素的第一手资料 槐素也受陆语的影响 很喜欢喝茶 而且呢 留下了一个千古名作 叫做苦笋帖 一共就十四个字 苦笋即名 异常家 乃可敬来 槐素上 哎呀 这个苦笋和茶呀 味道都太好了 来吧 这就是槐素写给其他友人的信 赞美的这个名 也就是茶的美味呀 这件传世书法作品呢 也就成了我们中国 茶文化原地的艺术瑰宝啊 茶经其实也是奠定了陆语 茶圣的地位 用现在的话讲 那陆语就是茶的代言人 陆语呀 现在是以茶著称啊 但是在唐朝说起陆语的时候 他是一个文人呢 历史学家呀 地理学家呀 而且也写过方志啊 当时他的诗歌也是很出名的 全唐诗里还收录他一个很有名的六线歌 不限黄金雷 不限白玉碑 不限昭入省 不限木灯台 千线万线 西江水 曾向静灵 承下来 我不羡慕有钱 我也不羡慕别人做的官大 我只献西江之水呀 他曾经在我家乡的 静灵城下 婴肉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我想这个和茶经里所说的 精行简德的茶德 那是相得益彰的 感谢三位老师 我们一起来识读茶经